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澳洲名厨Kylie Kwon宣布将结束她24年的餐饮生涯 关闭她的餐厅Lucky Kwon Kwon表示,她将在下一阶段利用美食促进社会影响和文化交流 专注于与社会企业和慈善组织建立关系 她的餐厅将于6月26号最后一天营业 接下来,日本和东盟计划制定联合汽车战略 以应对中国电动车在东南亚地区的普及 这项战略将涵盖人员培训、生产减碳、矿产资源采购、生物燃料等新兴领域的投资 以及向全球宣传东盟生产的汽车的环保性 日本希望借由技术开发和人员培训成为东盟的可信赖伙伴 最后,台湾新总统赖清德正式宣誓就职 这标志着民进党连续第三次赢得总统选举 赖清德承诺将延续前任的防御和外交政策 努力避免激化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同时捍卫台湾的自由和生活方式 尽管中国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赖清德表示愿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话 但前提是双方以平等身份进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在澳洲餐饮界享有盛誉的厨师凯丽黄 宣布结束她24年的餐厅经营生涯 关闭她的餐厅Lucky 这位开创性的厨师、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以其对经典中餐的独特改良 和引入澳洲本土食材而闻名 成为行业中备受尊敬的名字之一 黄表示 经过30多年的专业烹饪生涯 她觉得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一段旅程 尽管做出这个决定让她感到悲伤 但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她计划在6月26号Lucky Kong 最后一天营业后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继续通过食物促进社会正面影响和文化交流 黄希望在下一阶段能够有更多时间和精力 去放大其他人的故事 继续与社会企业和慈善组织合作 特别是关注原住民和多元文化社区 日进亚洲 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日本和东盟计划制定首个联合汽车生产和销售战略 预计将在2035年左右制定出中期战略 东盟地区是多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生产基地 包括丰田和本田 每年在该地区组装超过300万辆汽车 占东盟总产量的80% 联合战略将涵盖人原培训 生产过程中的脱炭 矿产资源采购 下一代领域的投资 以及全球宣传东盟生产的环保车辆 日本计划利用经济产业省为援助全全球南方国家预算中的1400亿日元 为工厂和零部件供应商的工人提供数字技术培训 此外 双方还将共同进行全球汽车市场的预测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以应对中国公司的竞争压力 泰国对生产电动汽车的汽车制造商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 中国公司如比亚迪利用这一政策 使得去年在泰国销售的电动汽车中8%来自中国制造商 日经亚洲 日本央行在今年3月结束了全球唯一的负利率政策 但随着日元汇率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 加之美国联邦储备局坚持仅进行三次降息的预测 市场对日本可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 在东京的一次活动中表示 如果通货膨胀速度超过预期 适当调整利率是必要的 日本政府 债券两年期收益率为0.32% 预计政策利率将在今年下半年达到0.25% 明年达到0.5%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今年下跌了近10% 成为十国集团中表现最差的货币 随着日元贬值进一步侵蚀家庭购买力 消费在今年第一季度有所下降 摩根大通证券的经济学家预计 日本央行将在7月货币政策会议后 将利率提高至0.25% 年底前再提高至0.5% 然而一些分析师认为 鉴于负实际工资和经济情绪低落 日本央行可能会保持利率稳定 并希望通过提高长期债券收益率和陡峭的收益率曲线 来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 华盛顿邮报报道 台湾将在周一迎来赖清德作为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标志着民主进步党连续第三次赢得总统选举 将台湾打造成对抗中国侵略的堡垒 赖清德曾是即将卸任的蔡英文总统的副手 他承诺将延续蔡英文的防御和外交政策 努力避免激化与中国的紧张局势 同时捍卫台湾的自由和生活方式 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表示 台湾位于对抗威权扩张的最前线 尽管北京的威胁 台湾人民拒绝了威权主义 选择了乐观和希望 中国在过去两年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时期 试图恐吓台湾人民并消耗其军事力量 尽管如此 莱清德表示愿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平等对话 但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台湾在蔡英文八年总统任期内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增强 尤其是在2019年香港民主运动被镇压后 台湾人民对自觉的承诺更加坚定 纽约时报报道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所乘坐的直升机在该国偏远地区坠毁 据国家媒体报道 这架直升机还搭载了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扬 目前尚未找到 追击原因尚不明确 国家媒体报道称 至少有20支搜救队伍参与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 但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救援进展 莱西是伊朗政治节 构中仅次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第二号人物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被培养成为下一任最高领袖 根据伊朗法律 如果总统去世 权力将转移给第一副总统 并且必须在六个月内召开选举 现任第一副总统是保守派政治家 穆罕默德·莫赫贝尔 此次坠机事件发生在国际关系的微妙时刻 刚好在美伊高级官员通过中介进行会谈 以缓解中东更广泛冲突威胁之后 《卫报》报道 伊斯兰国声称对阿富汗中部巴米扬省发生的枪击事件负责 该事件造成三名西班牙游客死亡 塔利班内政部发言人阿布杜勒·马丁卡尼表示 已有四人应该事件被逮捕 此次袭击还导致一名阿富汗公民死亡 四名外国人和三名阿富汗人受伤 巴米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所在地 也是20B 01年塔利班统治期间被炸毁的两座巨型佛像的遗址 自2021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 他们承诺恢复安全 并鼓励少量但逐渐增长的游客重返该国 甚至出售参观被毁佛像遗址的门票 周五的袭击是自外国部队撤离和塔利班接管以来 针对外国公民的最严重袭击之一 伊斯兰国此前曾声称对阿斯拉 22年在喀布尔一家受中国商人欢迎的酒店发生的袭击负责 该袭击导致多名中国公民受伤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法国海外领地新卡利多尼亚最近爆发致命暴力事件 此前巴黎批准了一项宪法修正案 允许最近抵达该领地的居民在省级选举中投票 这一修正案引发了当地领导人的担忧 他们认为这将稀释吐着卡纳克人的选票 这也是法国在该领地角色的长期争斗中的最新热点 至少6人在伍拜夜的动乱中丧生 期间发生了汽车被焚 商店被抢劫和道路被封锁的事件 导致药品和食品供应中断 新卡利多尼亚位于西南太平洋的温暖海域 距澳大利亚约1500公里 临近瓦努阿图和斐济 这个矿产丰富的领地 是中国和西方盟国之间区域权力竞争的中心 包括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新卡利多尼亚是世界第三大地生产地 这种材料对制造不锈钢和电子车辆电池至关重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通过扩大法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 来维持该地区的必要平衡 但洛伊研究所的太平洋研究员奥利福诺贝托警告说 法国警方对持续骚乱的强硬回应可能适得其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分析师格雷姆·史密基斯表示 这可能帮助中国 因为中国可以利用西方国家在太平洋的殖民遗产进行宣传 北京最近加深了与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关系 尽管在2022年与所罗门群岛达成安全协议后 北京未能达成太平洋范围的贸易和安全协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在墨尔本内交的一个网球场下方 隐藏着维多利亚州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亚拉本德精神病院 这座精神病院建于1840年代 是维多利亚州首个治疗精神病患者的机构 但实际上这里的治疗条件极其恶劣 以至于在1920年代关闭时 该医院已经臭名昭著 被人遗忘并掩埋 考古学家最近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建筑遗迹和文物 包括吸烟馆、瓶子、医疗设备和中国硬币等 考古学习加检尼·梅杰表示 这些发现证明了历史记录的准确性 并显示移植保存状况良好 考古学家还在一个操场升级项目中 发现了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这些建筑讲述了精神病院内的悲惨条件 亚拉本德精神病院自建成之初便备受审查 历史上多次调查 揭露了患者在这里遭受的虐待和恶劣条件 186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 大约20%的入院者会在医院死亡 许多人被埋葬在场地内的目的 尽管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可能性不大 考古学家希望能够更好地利用已经发现的文物 提高公众对这篇重要历史遗址的认识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以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